我們看一下機測三次題 那這一題的話是一個二次函數 那這邊呢 他給我們一些資訊 就是這個對稱軸 對稱軸在S等於-5 所以一個拋物線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它的頂點 頂點會位在這個對稱軸上 在S等於-5有一個對稱軸 那接下來呢 他說這個東西與X軸交於兩點 這兩點距離為四 所以這邊的話 因為對稱軸是左右對稱的 所以這邊會是2 這邊會是2 所以這個圖形呢 我們就可以確定他通過這兩點 但是因為所向係數是正的 所以它是一個開口向上的一個拋物線 那這個點是-5再往右兩格 這個是-3 -5再往左兩格是-7 所以這個拋物線的方程 是x加3乘上x加7 那我們把它做計算就得到 x平加上10x加上21 所以這是這個二次函數的方程式 那接著呢他想問的就是這個圖形 會通過哪一點 就是x等-6的時候它到底是多少 你當然可以帶到這個式子 我這邊不好算 比較好就是帶回這個式子 把-6帶進來 這邊變成-6加7是1 -6加3會得到-3 所以帶-6的時候是-3 所以我們知道這題的答案是C 所以這邊要掌握的重點就是二次函數 先掌握對稱軸 左邊跟右邊一樣 透過這個兩個焦點距離為4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焦點算出來 那就可以寫出方程式 找出對應的點